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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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请放长 好 OK 好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开始讲 那个随观 法随观 我们随观身 随观兽 随观心 现在就随观法 那法这一段呢 菩提比丘没有很长篇的去论述 那是因为前面他都讲过 这些法前面通通提过了 好 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念 Contemplation of Phenomena 就是随观法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念第一段 In the context of the fourth foundation of mindfulness the multivalent word dhamma here intended in the plural has two interconnected meanings as the account in the sutta shows one meaning is cheta sikas the mental factor which are now attended to in their own right apart from their role as coloring the state of mind as was done in the previous contemplation the other meaning is the elements of actuality the ultimate constituents of experience as structured in the Buddha's teaching to convey both senses we render dhamma as phenomena for lack of a better alternative but when we do so this should not be taken to imply the existence of some noumanent or substance behind the phenomena the point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of anatta egolessness is that the basic constituents of actuality or bare phenomena occurring without any noum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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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noumanal support noumanal 好 那這一段 就是我們 生寿心 的 髓關 孔兄已經做到 這個 生根寿 生 還在生 那 慢慢來了 真的 真的要 其實 實踐才是重點 但是不急啊 我們先 反正 先用佛法 先熏悉嘛 讓我們的這個 八世田裡的種子 都變成 稻的種子 那 我想這才是最要緊的 因為 種子它 總會慢慢成熟嘛 在這個過程呢 我們只要安忍就好了 好 所謂的安忍啊 對我來講是對自己的安忍 因為我們裡面哦 因為現在有越來越多的 稻種子 所以就可以看得見自己越來越多 就也會 同時會看得到 從前那些煩惱 其實是真的 不是會讓我們 生命當中是 愉快的 它就是因為它是波動的嘛 那個波動 有些時候 大到我們實在是 不太喜歡 這樣的經驗 那我們在 稻種子 越來越多的狀態 那種喜 喜悅是穩定的 我講就是stable stably happy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為什麼這麼熱衷 一直努力 在佛法上 增進的原因 好 那麼我們第一句呢 它說 in the context of the fourth foundation of mindfulness context就是這個 脈絡嘛 在什麼的脈絡呢 就是四念著 第四個念著 the fourth 第四 在這個第四個念著 的脈絡里 the multivalent word dharma 在這個脈絡里面呢 dharma這個字 本來它的意思就有很多重 multivalent 就是不止一個的意思 也就是這個字 dharma這個字的意思 不止一重 那在這一個隨觀法 這個脈絡里面呢 它是有兩個相關的意思 as the account in the suta shows account就是description 描繪 就像在經裡面 所描繪的 一一樣 就是說 這個 法有兩重的意思 是經裡面所描繪的 就是我們在經裡面 所看到的 對法的描繪 它是有兩個意思 而且是相關的意思 one meaning is cheta seekers 有一個意思就是 心所 心所 the mental factors 心所 我們在白法的名門裡面 就有看到 這個心所 我們人的心所 總共有51個 我們要不要來念一念 就是它有 有51個心所 那這51個心所呢 白法裡面 有一百法嘛 對不對 那裡面有提到 那有一百法裡面 有心法 心所有法 那還有呢 這個色法 還有心不相應法 還有無違法 這五種 白法名門 裡面有五種 然後分成一百種法 這一百種法裡面有心法 心法就是那個八世 心王 八世 就眼耳鼻舌 這個身意 莫娜 阿賴耶 這個八世的心王 那八世心王呢 是心法 那心所有法有51個 那這51個 又分成五種 第一種是片形 片形知道嗎 片形就是那個 坐一处 受享思 還有別境 五別境 五片形 五別境 善食一 煩惱六 隨煩惱二十 不定四 有些時候我們在念佛法 有些時候蠻好記的 就是這樣 因為他都會給你一個數字 你就直接記那個數字 有嗎 那剛剛八世心王 你就八 心王八 那心所51 那51又分成五項 有什麼呢 剛剛有講到 有五項 五片形 五別境 善法六 善法 sorry 善法十一 煩惱六 隨煩惱二十 也就是 惡法 二十六 善法 十一而已 所以在我們心裡面 所以才會有些 這個 法師們 在講到我們 說 入三惡道 比較容易 就是這樣 因為 我們的惡法 我們念 我們的惡念 會比善念還多 就是善的心所 才十一 但惡的心所 是有二十六 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所以這裡他在講 我們說法隨觀 這裡的法 所謂的法 它是有mental factors 就是這個心所 心法 有心法 那 就是其中一個意思 就是心所 就是剛剛講到的 51個心所 這個是所謂的法 今天恒定法師沒有來 我找不到人 給我說 對的 這樣 confirm 好 那我們今天就只能先從 普提比丘的這個語意 來看 那 which are now attended to 這心所呢 現在我們要來留意它 be attended to 就是受到留意 或受到照顧 好 要如何來照顧 如何來留意呢 in their own right 就是以他本身 我們要開始 作意 把我們的注意力 放在心所上面 那是in their own right 把他個別 把他當主角來看待 在前面關心的時候 心所是很重要嘛 對不對 因為心所像貪嗔吃啊 這個都是 這都是煩惱啊 就是那個煩惱 六煩惱之一嘛 貪嗔吃啊 那我們在關我們心裡 有沒有貪 有沒有撐 有沒有吃的時候 這個時候 它主要是關你的心理的狀態 它不是在關 這個心所 整個的行程 或者心所不是主角 是你心的狀態才是主角 你的心是怎麼在運作的 此時此刻的心 是什麼樣的狀態 不是把這個貪 拿來當作主角來觀察 不是這樣 只是看到你心裡有沒有貪 有沒有這些心所出現 那八對十六個心所 有沒有 只是去觀你的心裡狀態而已 這是在隨觀心的時候 是這個做法 那隨觀法的時候 然後這裡 他就在講法 他的第一個意思 就是心所 那現在呢 我們在觀心所的時候 不是用來 來把它是附帶於 我們觀心的時候 因為無法去描繪 這個心的狀態 只能夠用心所 來描繪心的狀態 所以上一個 在隨觀心的時候 是以心的狀態 整體狀態 為觀察的重點 那這裡呢 我們就要以心所 為主角來觀察 所以attended to in their own right 是以他本身 作為主角 來觀察了 apart from their role apart from 就是除掉了 除去 their role 他們的角色 as 什麼樣的角色呢 coloring the state as merely sorry coloring the state of mind 除去 什麼角色呢 它就是 為我們的心的狀態 上顏色 也就是 作為我們心的狀態的 一個特質 來描繪 我們心的狀態的意思 coloring 在這裡有 describing的意思 就是說 此時此刻的心所 不是拿來描繪 整個心的狀態 不是這樣 而是 這個心所 是拿來當作 我們的 所原境的 那 前面 隨觀心 是以整個心的狀態 作為我們的 所原境 那 隨 法 隨觀 這裡的法 我們在 關到心所 的時候 是以這個 心所 來作為 所原境 不是 不是以整個心 作為所原境的 好 那 coloring the state of mind 就是 describing the state of mind 用來描繪 我們的 新的狀態 as was done in the previous contemplation as就是 就像 was done 就是 被完成的 被做 被完成的 in the previous contemplation 在上一個 隨觀 裡面 所完成的 那樣 不是 像 上一個 隨觀 所完成的 那樣 那 也就是 我們剛剛 講 不是拿來 像 上一個 隨觀 隨觀心 它是拿來 描繪 某個心 的狀態 那 在這裡 我們會把它 當作 所原境 來觀 the other meaning 剛剛 講的 就是 第一個 meaning 是 法 的意思 就是 心所 好 the other meaning 這一句 有一點 疑問 就是說 他講 說 有兩種 意思 第一 意思 叫 Citas Metal Hardless 後面 再補充 他再說 which are now attended to in their own right 還是 in their own right apart from 還是 in their own right apart from no 應該是 in their own right in their own their 可以說 privilege 類似 怎樣 就是 以他為個別的主體 in their own right 整個要一起看 就是 以他為主體 不再 把它當作是一個附屬的東西 就是 就是 把它當作主角 嗯 這個right 實在是找得出來一個很確切的東西 那這一個 因為 in their own right 這個整個要放一起看 right有太多個用法嘛 它可以是權利嘛 那是當作名詞用 那如果當作形容詞用 就有對錯的那個對 好 或者左右的那個右 好 那 那right 還有privilege 這樣的意思嘛 對不對 那也就是privilege 就是他的特權嘛 特權 就是他特有的意思嘛 所以要以這個心索 特有的狀態去觀他 而不是把這個心索 拿來描繪 某個心理狀態 所以他的觀法是不一樣的 對 那apart from 那apart from 要放一起看 對 apart from apart from 是戒詞嘛 那後面是一個名詞 好 所以戒詞加名詞 變成戒詞片語 好 它是要合在一起看 對 好 好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 就先從這個 這個語意上來解 因為來到隨觀法 其實我們也都會觀到 我現在 我們在看到隨觀 新喔 新的觀法應該不會太難嘛 新的觀法 那個八對十六種 那最主要先觀前三個 前三對 也就是什麼 那個 有沒有攤啊 有沒有撐啊 有沒有吃 有沒有 那我自己觀自己的 還是撐最多 因為我很怕人家誤解我 但是現在我來到這個階段 我知道我要面對的就是 我這一輩子最大的課題 我現在都笑咪咪的 我再覺得人家再誤解我 我都還可以 不會生氣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進步 因為我有沒有覺得別人誤解我 這是我主觀的想法而已 我以前會馬上把它當做真的 然後有反應 那現在呢 我覺得有進步了 但是那個撐在不在呢 我都看見他在 他一直冒出來 對 那那接下來我都很高興耶 我非常高興有這些東西 因為這就是我們 這就是練習題嘛 然後也在增強我們的意志力 因為你對抗的真的只是 自己內在的障礙而已 跟別人都無關的 你只能是對付自己的障礙 那如何用佛法現在還在對峙的階段嗎 但我相信把障礙全部都拿 都除卻了之後 因為在楞言經裡面有講啊 障礙是見除的 開悟是頓悟的 對 因為你把障礙全部漸漸除掉之後 真如本性是意識具現 對 這個是楞切經上說的 我最喜歡看經典 我比較不喜歡看論 對 因為我覺得論已經加上了 論主的想法了 那經就是佛陀的想法 對 那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 講到這個 就是我們在隨觀心的時候 不是把心所當主角了 那我們這一邊呢 既然來到隨觀法呢 這個心所就會是主角 那所以呢這個心所呢 它是法的第一重意思 那另一重意思呢 the other meaning 另外一個意思 is the elements of actuality 就是我們說這個 actuality就是我們現實的狀態 就是一個 actuality 你看怎麼翻會比較好呢 它是一個元素嘛 你說它真相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真相是真如是無相的 你怎麼說它是 這個真相的元素呢 actuality在這裡 就應該比較用世俗的說法來說 它就是一些事實 我們在描繪一些現象 它的元素吧 好 因為我們現在對那個詞彙會 會越來越謹慎 因為我們對佛法 越來越了解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看真如的說法 跟捏盤就不一樣 捏盤只強調它的空性 真如還強調它是妙有 真空妙有 對 所以真如的描繪 對實相的描繪 就更完整了 所以我們說 elements是元素 那actuality 應該說是 就是一個經驗的一個狀態吧 你說事實 actuality 你不能說真相 因為在佛法裡面講的真相 跟世俗裡面的真相 這裡要怎麼說 actuality 現象 OK 我們在Google裡面的actuality 它怎麼說呢 沒有查 我們馬上把它查出來 現實 現實的元素 也不是很好的字 因為不能說真相 因為不能說真相 因為在佛法裡面的真相 現實 現實 現實還不錯 現實還不錯 對對 現實還不錯 現實的元素 好 我覺得現實是很棒的 沒查到沒關係 我覺得現實是 我目前覺得 是最好的一個 譯法 另外一個意思 剛剛講第一個意思 法就是指 心所 另外一個意思呢 就是現實的元素 現實太棒了 Bravo 我覺得非常棒 現實 現實的元素 那接著他馬上做一個解釋 the ultimate constituent of experience 就是你經驗的最小的組成元素 as structured in the Buddha's teaching structured就是 就是formed的意思 塑造 形塑的 在佛陀的教法裡面 他所 他所論述出來的 佛陀裡面的教法是這麼教的 佛陀裡面的教法 把法當作是我們現境裡面的 我們的經驗裡面 就是現境嘛 也就是我們的生命經驗裡面的 最小的單元 就是他的組成的單元了 to convey both senses we render dharma as phenomena 所以這兩重意思呢 一個是心法 一個是情境嘛 好 就是心所是不是心法 那這elements of actuality 它是不是又有心又有外境 好,我們的經驗的一個最小的組成 所以呢 你要把這個心法 跟這個 外在的氣勢間的一些法 色法、心法 都能夠包括在裡面的話 我們就把 dharma這個字 把它說成是 phenomenon 身羅萬象 嗯 那這是 哪一個 哪裡你說 phenomenon 名詞 不是 不是 名詞 Render Render ASB Render的意思就是 讓它變成 所以我們就讓dharma這個字 變成是 現象 或者身羅萬象 phenomenon for lack of a better alternative 因爲我們怕 因爲我們這個缺少了 for lack of 我們沒有更好的一個說法了 better是更好的 alternative 就是替代 替代物 alternative 替代 替代品 沒有更好的替代品 沒有更好的替代的字 所以呢 我們就把 這兩個意思 心所 跟這個經驗的最小單位 這兩個意思呢 合在一起 就用 身羅萬象 phenomenon 或者現象 這個字 來 代表 所以dharma 就等於是 phenomenon 各種現象 身心 氣世界的現象 所有的現象 身 心 氣世界 各種現象 but when we do so this should not be taken to imply the existence of some nomenon or substance behind the phenomena 當我們把法 把它當作就是一個現象 或是身羅萬象 把身心氣世界的一切現象 我們把它當作是這個現象的時候呢 我們並沒有把 並沒有暗示 imply是暗示 when we do this 當我們這麼做 把phenomenon當作法的時候 this should not be taken to imply 這樣的做法 我們這麼做 不應該 被認為是 imply 會不會是我的 很可能是我的 我先把它關起來 我先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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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們在中文的語圈裡面常常會講法像 這兩種字是合起來的 法像 Phen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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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英文來說 以英文這個字它就是現象而已 但是在中文裡面要說法像應該是可以吧 因為我覺得 我們現在因為都越來越用功 對很多字 我在看那個楞眼睛 在聽那個楞眼睛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到現在第四遍 那意思完全都不一樣 它一樣在講 譬如它一樣在講25元通 或者一樣是在講那個六節 我們在 在我們的六根裡面 它通通都會有這個六節 那這些都是 為什麼會形成整個生命現象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節 才會有這個 跑出這個生命的法來 對 那 這個又跟那個 這個一念無名生三系 有沒有 境界為原 掌六出有沒有 那這個又都有相關 那第一遍聽完全沒有聽到這個部分 所以可見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經典 我們所看的部分是我們能理解的部分 對 所以呢都不急 只能說我們就開開心心的用一個 健康的腳步往前行就好 對 那 著急也沒有用 只不過還好我們多領會一點點 我們心裡面的結 就解開一點 對 這一點我倒是有體會 因為當你解開一點 我覺得那個笑容是不一樣 它那個笑是可以從心裡面笑出來 以前我都非常羡慕我二姐 因為她雖然 在知識方面沒有最多 但是她的笑容是從大 從心裡笑出來 嗯 所以 所以所以 我對這樣的狀態是有期待的 有可能 對 我們如果可以把自己心裡的解 因為每個人 與生所帶來的 他的業力各不相同 那有些人他煩惱就少啊 對 那 那 像 我很高興我是煩惱很多的 因為功課很多 你就很有下手處嘛 你用功的地方很多嘛 就是 也是 有 也很高興啦 也算很有趣 就像我們在 學數學的時候 總 在學到一些原理原則啊 老師出了一些習體給我們 我們也解得很高興 有這個味道 所以 這個phenomenon 我們純粹以英文來講 它就是一個現象 那這裡我想最重要的重點 應該就是我們 這一句嗎 我們把它當作現象呢 實在不應 實在沒有 我們並沒有在裡面暗示說 有 some nomenon 是本體的意思 substance 就是實體 並不是講說 現象的背後有一個本體 或有一個實體 並不是這樣 就是說 在佛法裡面 佛陀所講的這個法 它法的背後 是沒有一個實體的 就是這個這個 也沒有主體的 沒有 behind the phenomena 在法的背後 是沒有 nomenon 或substance the point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of anatta egolessness 就是 the point point就是重點 the Buddha's teaching the Buddha's teaching 這個佛陀的教法 對什麼的教法呢 anatta egolessness 無我 這裡的egolessness 是無我 無我 對 anatta 是這個 巴黎文裡面 好 這個 anatta 這個佛陀對無我的教義 它的重點 is that the basic constituents of actuality 就是 這個that 後面這個子句的主詞 一直要來到actuality 陷阱的最基本的元素 are 是bare phenomena 它是 純粹只是現象而已 acquering without any 這個 nomenal support 它是沒有本體的支撐的 並不是法的後面有一個本體 或者有一個實體 沒有這些的 它純粹就只是現象 那這個 這個 nomenal 或者是nomenal 這個字是希臘語 就是本體的意思 the thing in itself 不是 不是 他們其實英文很多就是希臘語啊 它的語言 etymology 就是我們會有 語言學 有一支專門在探討 這個所有的字 它的字源是哪裡 那nomenal 或者是nomenal 這個字 它的字源就來自希臘語 它有來自希臘語啊 有來自拉丁語啊 拉丁文 有法文 有德文 因為英文基本上是德語的一支 我現在把對語言的興趣也削減到最低了 因為所有時間都已經念這個佛經啊 都已經來不及了有沒有 所以其他的興趣呢都暫緩了這樣 好 那這一段這樣可以嗎 那把它綜合起來 對 它就是身心氣勢間 的一切現象 就叫做 你說這個法相嘛 一切現象就叫法相 那這個法相 並不暗示說這個法相的背後 是有一個本體支撐的 或者有一個實體 它是沒有的 好 再來 下一段碗 下一段碗 好 再來 好 接下來我們一起念囉 來 The Sutta section The Sutta section on the contemplation of phenomena is divided into five subsections each devoted to a different set of phenomena the five hindrances the five aggregates the six inner and outer sense spaces the seven factors of enlightenment and the four noble truth among these the five hindrances and the seven enlightenment factors are Dhamma in the narrower sense of mental factors the others are Dhamma in the broader sense of constituents of actuality in the third section however on the sense basis there is a reference to the fetters that arise through the senses these can also be included among the mental factors in the present chapter we shall deal briefly only with the two groups that may be regarded as Dhamma in the sense of mental factors we already touched on both of these in relation to right effort now we shall consider them in specific connection with the practice of right mindfulness we shall discuss the other types of Dhamma the five aggregates and the six senses in the final chapter in rel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wisdom okay 好 對呀 看來就是第七章第八章 我還得再一讀再讀啦 才有辦法把它解得比較清楚 因為它這裡 它這裡就講了 我們在隨觀法的時候 它把它分成五群嘛 對不對 好 有沒有 它分成五群 五蓋 我們已經觀過了五蓋 在我們四正晴的時候就觀過五蓋嘛 以生之惡 令永斷 四正晴 對 也就是正經鏡裡面已經看過了 那這個以生之惡是什麼惡呢 就是這個五蓋 好 這裡 因為四正晴主要在講的就是 因為是鎮定嘛 為鎮定做準備 也就是跟禪修相關的 所以所謂的惡是跟禪修相關的惡 好 而不是新所裡面講的那六個煩惱 二十個隨煩惱 好 那二十六個煩惱 那一種惡 不是 它是我們在普團上會遇到的障礙 好 把那個叫做惡 那那個是五蓋 那就是貪稱 這個 昏塵 吊曲跟疑 好 那昏塵跟吊曲就是沒有正念的狀態 對不對 我們如果失去正念 它不是昏塵就是吊曲 好 就是心是散亂的 要不然就是心是暗頓的 好 這也就是吃嘛 那不是貪就是撐 要不就是吃嘛 好 那暗頓或散亂就會形成痴 因為它沒有正念 那所以 呃 四念柱其實是 是這個這個所有的那個 那個直觀的最根本的最基礎 對 好 我們現在我目前的理解 好 因為目前我也跑去聽了天台中 那個 那個 觀形法師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他就是 四念柱 他從天台的四念柱 是從四教 上通別圓的角度 來看四念柱要怎麼修 他的次第 他建立這個次 就是 這個 就是這四個 他算是一個層次嘛 次第 來修這個四念柱 所以 我們很幸運 從根本來 這個真的是根本 你沒有這個根本 他大樹一長上去 你一看就看 就不知從何修起 那這個至少很focus 對 這一個 那所以呢 所以我們現在就看到了 就是這個 他第一句嘛 我們一句一句來解 The Sutta Section 就是 在佛經 有一個部分 哪個部分呢 On the Contemplation of Phenomena 對 法 隨觀法 佛經在講到 隨觀法的這個部分呢 主詞 是在 is 的前面 這個部分 整個是主詞 就是 佛經提到 隨觀法的部分 is divided into 是被 這個 是被 分成 五個部分 five subsections 有 這個 五個 這個部分 一個是 each devoted to a different set of phenomena 每一個部分呢 他都 專門在探討 一組不同的 法項 那 剛剛孔師兄用這個 法項 我就覺得 非常的貼切 陷境跟法項 真是Bravo 真的 嗯 你之前有看過 沒有 這兩個是在中間 嗯 比較會這樣用 對 好 那這個法項呢 我們說 就是這五個部分呢 他每一個呢 在探討 都是一組 這個 每一組 一組 他五組嘛 所以是五組的 法項 那拿五組的法項呢 一個是 the five hindrances 五概 the five hindrances 剛剛提到的就是 四正琴 也就是正經經裡面提到的四正琴 裡面的惡 就是我們要去除就是這個五幹 the five aggregates 五曲韵 就是五韵 the six inner and outer sense spaces 六內處跟六外處 內處跟外處 內處就是根嘛 外處就是成嘛 那這是不是十二處啦 好 再來就是 the seven factors of enlightenment 也就是這個 這個開悟的這個七個這個 道支嘛 那 seven factors of enlightenment 就是七覺之 and the four noble truth 這四個 四聖地 那七覺之啊 我們其實在前面呢 就四正琴的時候 也提過 也就是善法 其實這個所謂的善跟惡 其實都是普團上下功夫用的 有沒有 他的善法就是 我們去除了五概之後 漸漸就會進到這個 這個七覺之裡面 我們一開始做的時候 一定要不是就昏沉 要不就散亂 要不然就想到了 我們獨頭意識就特別強烈 在普團上 最容易獨頭意識 那尤其像我這種人 那尤其像我這種人 平常二十四小時都是獨頭意識 最多 那這個時候我們特別容易 看到自己內心的 摊啊 撐啊 還有昏沉啊 或者吊局 或者對佛法 有些時候也會懷疑耶 對 就像我現在心越來越安靜 我還覺得還蠻無聊的 有些時候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過這種無聊的日子 對 那我們會有這樣的各種心的狀態的 就是疑嘛 對不對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還要再多看佛法 那 所以我們需要有這個法律就是這樣 對 所以我們就不容易說 如果是你一個人 這個閉門造居的話 就很容易在懷疑的時候就退轉 就很可惜 那我們來到這裡 我覺得我們這裡雖然很簡陋 可是我覺得那個力量還蠻大的 我自己個人 因為在我退休之前 倒是很少來 對 退休之後 來了一看 我覺得 還蠻有力量的 真的 善知識 對 因為他們都很用功啊 我剛來的時候就覺得 這些人是幹嘛 為什麼好像時間不夠用 好像 很 怕來不及你知道嗎 我感覺他們很著急 我在想為什麼要這麼著急呢 那我現在自己越學 越覺得學不完嘛 當然就有一段時間會 產生這樣的一種 新的狀態 也就是好像學不完有一點著急 這樣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看到了七覺之 我們就想到了 我們在 這個 在講那個那個 正經境的時候 裡面講到四正情 那善 裡面的善法 這都是普團上的惡法跟善法 那我們這個世間裡面的惡法 善法 那又不一樣了有沒有 那當然就是五戒十善 五戒十善是仁天法 到了天界 犯天以上 那時修的是無量心 是無量心 有沒有 其實 佛陀給我們的道路 真的都好清楚 有沒有 五戒內容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都很清楚 對不對 殺到淫忘 九 九只是遮戒 那殺到淫忘 有沒有 那來到我們菩薩界 只再多一個就好了 就是不破和和聲 不破和和聲 也就是好 我們比如說 好了 我們去到法古山好了 那就是一個和和聲 你看到什麼現象 你都不能去這樣 跟這個講那個呢 讓人家不和 就是說 只要注意這個 這是仲戒 那 那清戒的話 清戒的話也很好守 我們平常就都 就都有守 對 就是 好 那我覺得仲戒是最要緊的 那 那這個呢 是普團上的善惡 那普團上的善惡呢 惡就是那個 貪啊 撐啊 會讓你起煩惱 貪撐吃就是我們的三毒啊 煩惱的根本啊 根本煩惱啊 好 那就是 那我自己在 我自己在普團上的時候 好 只要有貪一起來嘛 我們也 也在這個 五蓋的時候 已經學過了嘛 對不對 貪起來怎麼對峙呢 你就不靜觀啊 那這個不靜觀 我們是不是在思念著 隨觀生的時候 又提了一次了 有沒有 我們隨觀呼吸啊 隨觀我們的動作之餘呢 他還可以做不靜觀 那不靜觀你還可以做白骨觀啊 好 那楊定義我們上一次參加他的一次的那個讀書會的時候 他還帶大家把那個白骨還用大火把它燒到 好 好 就是灰 然後還還一陣大風把這個灰 啊 把它給摧散了 也就是什麼 什麼都沒有 好 讓我們觀到這個程度 這個時候我們就不會執著於這個身了 對 好 那所以這個不靜觀嘛 有沒有 五蓋裡面如果我們有攤起來我們就做不靜觀 又撐起來呢 哎 我們有四五亮星可以觀 尤其慈心觀 有沒有 嘿 對呀 慈心觀是我做最久的 嘿 讓我現在即便有撐心啊 都不會讓我那麼不愉快 就是我馬上 我看到撐心都這樣輕微的 嘿 就會想何必呢 好 因為你知道他是假的 所有的生命經驗都是虚妄的 嗯 我們有了這個想法 就很容易把那個煩惱把它給斬斷 然後呢 我們知道我們該做什麼事 就是是萬德莊嚴的事 即便現在煩惱還有輕微在干擾我們 我們都還可以去做該做的事 萬德莊嚴的事就是該做的事 對 嗯 那這個 那這個 好 那這裡面這提了好多 好多東西在裡面 嘿 那我們現在說哈 欸 好 amond these 有沒有 他說在這五組 這五組 我們要法隨觀的時候 有這五組可以來觀 在這五組當中 the five hindrances and the seven enlightenment factors 好 就是這個 五概 好 跟這個七覺之啊 are dharma in the narrower sense of mental factors 也就是 我們剛剛前面不是提到有兩種嗎 一個就是心鎖嗎 好 那這五組裡面有兩組就是心鎖 好 好 好 五概跟七覺之 這都是我們的心 心的作用而已 心理現象 好 這都是心理現象的部分 好 dharma in the narrow sense of mental factors 有沒有 好 心鎖 就是心理現象 the others 剩下的呢 就是dharma in the broader sense of constituents of actuality 就是更寬的一個現境的一個組成元素 我們在第三章的地方 on the sense basis 在講六根的時候 there is a reference to the fetters 好 就有講到什麼 fetters 就是有講到鎖 好 束縛啦 chains 有沒有 fetters 鎖 that arise through the senses 好 這個 啊 鎖好像結吧 結 應該是結 打結的那個結 好 這個結呢 它是透過我們的 呃 呃 這個這個 呃 六式 產生的 那這些結 也可以被包括在 心鎖裡面 好 這個部分 你看 嗯 嗯 這個部分我們下一次再補充說明好不好 好 我再把它研究更清楚一點 因為它講的結 齁 我們看 南傳的修法 它是會有正果的時候 它是不是上午結下午結嗎 它先斷第幾結第幾結齁 有沒有 這個跟那個好像有關係 我再把他查清楚 哎呀 好棒喔 一定發誓 真的 你看羅老師今天也沒來 Better Better 那他們 我記得前幾段有講到好像是那個 沒有一個十字的本體 但是這種現象就好像在網絡中的Node 不像一間的那個 網絡當中的Node Node Node 是吧 Node 網絡之間的Node 以你電腦方面你是怎麼說 電子方面 就有開燈盒啊 或是這種電話 Node OK 就是變得 你用來就是可以 訊號通過 用來訊號通過 就是0跟1 0跟1 0跟1 Node就是那0跟1 可以代表有這樣子 喔這樣子啊 Node你把它翻成中文你怎麼說 從電子旋 那個電腦 開關 開關啊 OK 沒有 空兄很好笑 我們兩個都一直對眨眼睛喔 不是我們很曖昧 而是兩個人眼睛 都是什麼 對 對 對對對 都是這樣扭曲的 他有黃斑 這個 但是我現在黃斑倒是有比較 有改善嗎 我現在是0.3 我沒有像以前扭曲的那麼嚴重 只有一點點 聽說還可以再更改善 所以打針呢 打針是水腫不一樣 勸勸的我媽媽 我昨天問她她說她是黃斑 她就三個月來 她那個是水腫 我這個是水腫加那個奏摺 所以我先動手術再打針 我打針也打了兩次 對 對 水腫是最好治的 你看我現在對黃斑也變成權威了 對 然後 那那個 破洞 破洞 治起來是效果很好 會到1.0 對 那我們這種 奏摺的 就 不知 就是看人 因人而已 對 太普通了 Node有 有講那個 有點像結頂 就好像 我們看 太明目了 那 這邊有通 這邊有通 它 在那個標誌 那我們就會亮頂 因為通 它就不亮 就是這樣 通它就會 這個 代表的訊號 可以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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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的螢幕的時候也是這樣 它 就好像 為奇谷一樣 那這邊有通 這邊有通 那教會的地方就會亮 就會亮 有這樣的一個訊號 就會有這樣的 它說的時候就是 point of intersection 節點 節點 Node 就是在那節點 哇 還好 這真是 恒定法師 是我的貴人 來 我們來看 好 沒有我現在是說 84頁的 84頁 那個跨壺裡面 它講的這個fathers In the third section On the sense basis there is a reference to the fetters that arise through the senses 這個指的是什麼 我是想說 打算回去 研究 再徹底一點再講 84頁 第四四八 有二、四、六、八 第八行 上面那一段嗎 嗯 沒有中間 中間 中間那一段的第八行 嗯 嗯 嗯 一、二、三、四、五、六、六 那個也是中間 它有一個小跨壺有沒有 五韻 第三個就是六內外入處 就會講到 對 所以 就是說 關虎裡面 這裡的third section 對啦 我上一次 對對對 However on the sense spaces 就是在那個六根上面 There is a reference to the factors that arise through the senses 就是說 these are also be included among the mental factors 如果六根接觸六層有三態的話 那就是說就會被綁住了 會有被綁住 這個factor 這也都會放在 那這些呢 這些新的活動現象 這些新的現象也是 都會被放在新鎖裡面就對了 對 就是說 對 它就是有被綁住啦 就是有灘害啦 有什麼啦 就是裡頭有灘生痴什麼的 第三組 內入處跟外入處 對啊 也就是六根跟六層 就是六根跟六層嘛 對呀 就是這個六根跟六層它是會有結的 Fetters 是不是那個結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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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tters是 就是說手腳烤 對啊 我知道啊 它就是 它就是 嘿 就是說被綁住了 我知道 就是說但是在 繫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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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個 對 不是那個 不是結 是繫符 繫符 是嗎 我們不是 我們要正 我們要正果不就是 正果的時候 我們要正果的時候不就是要那個結 一些結嗎 那個 因為通常 通常 通常 對啊 我看到這個字的英語 就是說 那個犯人被那個 腳考考住的 喔 是啊 Fetters是這個沒錯 腳練 腳 是啊 是這個沒錯 是 這個沒錯 不是 我是說在那個 我們在那個 Buddhist context裡面 對呀 對呀 祈福 它就是這樣子 好 我想我們下一次補充的部分 就會講這個 好 到底這個這個 These can also be included among the mental factors 我送很多大念住坚給人家 沒有 它這個就是 像說中部的話我看看 它完全是根據經典的 如果我送你們 你們在乎不在乎那我就不管了 但是那個它是 在那個五幹之後 就是六路處 六路處它就是 嗯 嗯 嗯 就是那个 fetters 而且他也知道 未生起的幸福如何生起 以身体的幸福如何断除 以及如何防止以断除的幸福 在未来生起 没有 现在我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跨户里面 他在分号的后面 These can also be included among the mental factors 他加这句话 他的用意是什么 就是说这些幸福 对 又入处的 幸福 对 他们也是心锁的一部分 对 比如说贪 撑 这都是心锁 对 那个的话就是要在大圣里面 把地色论或者白法灵人论拿出来查 在那个南藏佛教就是把那个 阿提达摩的那些东西来查 我刚刚在公车上面看出我就说 应该是讲到上面那一个心念诸的时候 也许就是说可以稍微有一个list 说那个汤佛说的那个心锁是什么 哪些 哪些 因为他有善心锁 有善心锁是什么 我今天都有带来 对 我这里就叫善心善十一嘛 然后烦恼六嘛 随烦恼二十嘛 都是大圣的啦 但是明明呢 都是根据小圣 是是是 小圣 那个庙镜长导 他们那个都是 都是大圣 大圣的都是四个slogan 关心不尽 关身不尽 关受是苦 关法无我 关心无常 关法无我 以为这四句话讲完了就完了 然后拼命在那里面发挥 然后南传的话 它就是一个身里面有无常有苦无我 受里面也有无常无我 身有无常苦无我 法有无常苦无我 就没有那个slogan 那当然身里面有不尽 又累得不尽才怪我 没有 因为我在 因为我本来在关的是念著关 我本来在格因卡那里所学的是 是是是 是是 是是 呀呀呀 嘿 我们真正在用的时候 还有那个 那个 我说的新念著的时候 就是那个 那个 阿比达玛 之前自奈法师讲的那个 那个很维系的东西 一个一个小小的 清索就会介绍 分别的介绍 那个不是我的专长 不过那个 这边 这边那个 佛德教育基金会 有那个 阿比达玛 有 有聚舍论 有啊 有啊 这就是我们下一本要 这就是我们下一本要讲的 下一本要研讨了 我们下一本我看 我大概不想要用这种讲法 我想要用研讨 研讨的方式呢 也就是大家都要准备来 那我们呢就抽签 抽到的人上来讲 这样才有趣 这样才有趣啊 所有人都要讲 嗯 那这才是研讨啊 有没有 那 那定法师啊 我们恒定法师啊 就更重要了 来 好了 知道知道 好 那我们接下来一句呢 你看 in the present chapter 在我们目前这个第六章 快要结束了 We shall deal briefly only with the two groups 我们会只是轻描淡写的这个带过去 two groups 这两组啊 that may be regarded as dharma in the sense of mental factors 被认为是心锁的心法 心锁 被认为是心锁的这个法 这两组啦 我们可能啊 本章呢 只会讨论这两组 We always touched on both of these in relation to right effort 我们在第五章里面已经讨论过了 嗯 对对 已经 already touched on 已经探讨过了 这两个我们在第五章 都已经探讨过 就是正经境里面已经探讨过了 正经境就是在讲四正情嘛 这四正情已经探讨过了 我们在普团上的恶 所谓的恶跟所谓的善 都是普团上的 那恶呢就是这个五概 善呢就是七觉之 所以 Now we shall consider them in specific connection with the practice of right mindfulness 现在呢 我们再重新来看这两组的心锁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角度就是 只是我们要 要在普团上嘛 我们要练习我们的念著嘛 好 这个时候完全跟我们练习念著是相关的了 好 也就是我们 指观里面的观嘛 念著就是观了 好 有指有观了 好 那这个 这个观呢 我们在 这里呢 就是 随观法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 就是拿来当作我们随观法里面的内容嘛 好 我们现在念著要观的法的内容 好 We shall discuss the other types of dharma 那其他的这几种 五蕴啊 或者是 六内入处跟六外入处 就是根跟成 还有五蕴 我们会在第八章再讲 第八章我们要讲的就是 如何开发你的智慧 第一章讲的第八章又重讲一次 对 因为智慧到最后要开启的时候 我们才可能正到捏盘 所以第八章要提的就是 要正到捏盘的状态 那第一章只是一个preliminal preliminary 一个预备的状态 好 我们预备 我们的方向要对 好 我们才起修嘛 好 那整个过程就是戒啊 定啊 戒就是我们的身口意啊 怎么要修十善业有没有 五戒十善 好 修这些东西 好 这让我们心会比较安定一点 然后才 还有我们要做对的事啊 就是正命正业啊 有没有 正语啊 好 这个就是戒 那定的话就是我们要正经进嘛 好 也就是四正情嘛 好 然后再来来到正念嘛 好 下一章才会来到正定 对吧 就是说我们正念 其实就是在为正定做准备 好 一定要有正念 还有政治 你才可能有正定 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暗沉的 也不是这个散乱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正念的状态 才可能有定 好 没有 没有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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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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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 不是 现在有五个groups嘛 对不对 一个是五盖 有没有 五盖五韵 好 七觉之 有没有 还有六入 六内外 就是六根六臣 有没有 六根六臣算一组嘛 对不对 好 七觉之 好 然后再来四地嘛 对 那现在这五五组呢 又分成两边 嗯 嗯 一边呢就是这个 心锁 就是比较 嗯 法里面比较这个 这个狭义啦 狭义的法 好 狭义的法 廣义的法呢 就是 这个五韵啊 这个 嗯 这个 这个六根六臣啊 好 跟那个 这个 四地 四圣地 这个是比较更 廣的 所以他只讨论 他现在只讨论的就是五盖跟五 不是五韵 五盖跟七觉之 就是我们在正经经那一段 正经经里面四正情里面所看到的 善法跟恶法 对 对 那这都是心锁嘛 也就是心理现象嘛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观的 我们现在随观法呢 在第六章 这里 好 就是随观法 我们只随观这个五盖 跟七觉之 对 那这个呢 主要就是要让我们 为什么要观这两个呢 最主要就是 他说 最主要就是什么 specific connection with the practice of right mindfulness 我们会从这个角度来练习 就是跟我们的正念 好 我们在练习正念 那这里是练习正念里面的法随观 有没有 所以是从这个 要开发我们正念的这个角度来练习的 所以我们这样随观这个五盖 跟七觉之 所以当我们在普团上 看到五盖出来 我们不是把它当作恶 就是来观这个心锁出来了 我们有摊心锁出来了 他是怎么出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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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讲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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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ight mindfulness 然后呢 他特別是讲到 就是 思念处 是不是我们讲这个四念处 它的专业的讲法 就是The Four Foundations of Mindfulness 应该是 The Four Foundations of Mindfulness 对对对 它加上的是巴黎语 对是这就巴黎语 普利比丘都从巴黎文艺 对 那四正琴的话好像没有一个 就是像有这种巴黎语的 都有啊四正琴里面也有 它只是把它写成就是 这个Four Great Endeavours 然后The Great Endeavours 加这个 真的吗 对啊 四正琴是 是 Four Great Endeavours 没错 那是四正琴 它这个好像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四正琴里面 因为它这个是在 Four Great Endeavours 是 那是四正琴 那不是四念柱 四念柱是 The Four Foundations of Mindfulness 而且内容是不一样的 所以四正琴是没有巴黎文是吧 我就是说有没有一个 因为四念柱或四念柱 它有一个巴黎文 代表这个整个的概念 所以四正琴 是没有巴黎文是吧 对 真的 这个亨定法师 这个problem 亨定法师 can solve the problem 你又要是正断 断就是要断除断二 那一个断的话 它是Pahana P-A-N-H-A-N-A 嗯 Pahana Pahana 然后 那个Pahana 断绝的断 对对对 四正断Sama 然后Sama就是那个正 嗯 Sama 对 嗯 嗯 四念柱里面就有这个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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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四念柱应该就是 四念柱的那个四就是了 嗯 嗯 嗯 正经济 因为巴正教的话 他就是正经济 对对 他这个 然后正经济的内容 等于四四正琴 哦 那所以他可能没有在 没有现在我看仲师兄的意思就是说 嗯 有没有四正琴的那个巴黎文 有啊 是啊 我说说 Sama 证断 对 好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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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嗯 那我们等一下 我们横尼法师 会把这个巴黎文 四正琴的巴黎文 插出来给大家 好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在下一段 我们这样上课也不错 速度比较快 由我来一个人来讲 速度好像比较快 好 好来 接着我们下面一段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念 UT 是 一类不同的 或者 radio 如此 所以 ن 不是 the principle impediments and aids to liberation the hindrances sensual desire ill will dullness and drowsiness restlessness and worry and doubt worry and doubt okay uh restlessness and worry and doubt generally become manifest in an early stage of practice soon after the initial expectations and gross disturbances subside and the subtle tendencies find the opportunity to surface whenever one of the hindrances crops up its presence should be noted then when it fades away a note should be made of its disappearance to ensure that the hindrances are kept under control an element of comprehension is needed we have to understand how the hindrances arise how they can be removed and how they can be prevented from arising in the future 好 这里就跟修比较相关了嘛 前面都是在介绍嘛 就是我们要关 到底我们要法随观 要关哪些内容呢 在上一段在讲的主要是这个嘛 其实有五组嘛 但是我们真正要操作呢 这里只要操作两组就好了 那这两组刚好就跟我们四正琴里面所学的已经看过了嘛 也就是有五概跟七觉知 那接下来他这里讲就是我们在修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地方 the five hindrances and seven factors of enlightenment 五概跟这个七觉知呢 他需要require special attention 你要特别的去留意啊 because they are the principal impediments 他是主要的障碍哦 and aids 五概是主要的障碍 那七觉知是助力 to liberation 你要解脱 他有五种障碍 七个觉知 有七个助力 那就是五概跟七觉知 the hindrances 是哪五概呢 贪嘛 他说central desire 那么贪 ill will 称 dallness and drowsness 昏沉 dallness 你心神暗顿 或者想睡觉 昏沉 暗顿 restlessness and worry 就是这个散乱心 吊举 你的心不安嘛 restlessness 担忧 这个时候你的心才会乱 and doubt 还有疑 not generally become manifest the hindrances generally become manifest 我们这个五概呢 一般啊 会变得很明显 manifest 是obvious的意思 很明显 in an early stage of practice 我们坐在普团上 最初会出现的就是这五概 不是马上打瞌睡 我最近大概白天跑来跑去 一下上这个课 一下上那课 一下听这卷录音带 一下怎么样 我晚上要 以前我都可以坐一个小时 现在我都二十分钟就打瞌睡 马上出现打瞌睡 就是马上出现这个dowsness 跟dallness这个状态 那我们一开始我们在普团上练习 一开始就这五种东西 就是我们这个五概会不断的出现 soon after the initial expectations and gross disturbances subside 我们一开始一坐下来 我们会有很高的希望 希望哎呀 我们这一小时 可能进到哪一个状态 我们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些 expectations 有没有 还有一些gross disturbances 还有一些很粗的一些干扰 subside 当这些干扰 或者那些期待慢慢淡化了之后 the subtle tendencies 一些比较细微的细致的tendencies 细致的tendencies 就是一些我们心里 我们说隐藏的东西 tendencies 就是我们说倾向 还没有出现 只是有那个去向 有没有 也就是隐藏的 随年的东西 就会find the opportunity to service 就是五概 就是在提的是什么subtle tendencies 就是这个五概 当我们最初一坐定 可能一开始 你刚进来 刚坐下来 很可能你还在喘气 有没有 那很可能刚吃饱有没有 或者刚吃了一个美味的东西 在回想那个美味的东西 有没有 那这个就是gross disturbances 这个gross disturbances 消除了 还有呢 你可能一 想着我 这一个小时 我可以进到哪一个境界 我可不可以进到初禅 或什么 这些initial expectations 这些东西 当它渐渐淡化掉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五概 就会浮现了 whenever one of the hindrances crops up 每当我们这五概的 其中一个crops up 它浮现的时候 its presence 它的出现 should be noted 一出现呢 就要去注意到 好 我们现在继续做继续做 发现 我想吃 我又想吃一个我想吃的东西 贪 你就看 我贪来了 然后呢 很可能这个想吃的东西 这个淡化了之后 你突然想到 今天某一个人瞪了我一眼 他是不是怀疑我怎么样了 可恶 你的称可能就出来了 好 那这个称也可能又淡化掉了 好 然后呢 可能又来了一个什么 比如说 没事了 你慢慢这个 也打瞌睡了 就是这个 昏沉 就来了 有没有 那一来呢 你做什么就好 你只要去留意它就好了 When it fades away 当它出现 你留意到它 当它淡化 你也留意到它 A note should be made of its disappearance 然后呢 当它不见了 你也要留意 也就是你对你的心的变化 是越来越敏锐 它越关越细 你可以从 它一开始从身开始关起 受只是你所有心法里面的一种而已 再来到了心的时候 它给你八对十六种了 来到了法 它是特别focus在五概跟什么 七觉知 这个都是在帮助我们解脱的 前面在四正情的时候 只是叫我们 就是要在对的方向 有没有 那现在呢 是在关你 这个是怎么运作的 前面四正情的时候 是重在对峙 有没有 当你的昏沉一起来 你要怎么对峙它 你才能够不昏沉 有没有 我们在四正情的角度是这个 但是我们现在法随观 我们的角度是 它怎么升起的 有没有 它怎么慢慢淡化的 它怎么 没了 有没有 这个整个的过程 好 to ensure that the hindrances are kept under control 我们要确保 我们的五概是能够 是我们是能够调伏它的 是在我们调伏的范围之内的 好 kept under control 为了要确保 这里应该是in order to的意思 在control的后面要有一点 好 为了要确保 这五概是被我们调伏住的 an element of comprehension is needed 我们需要理解 需要理解什么呢 we have to understand how the hindrances arise how they can be removed and how they can be prevented from arising in the future 好 这五概怎么升起的 怎么样可以去除这个五概 好 那怎么样可以避免 它在未来又升起 我们必须要理解这个东西 好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前面都已经学过了 怎么样 好 我们是不是在四正琴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学过了 有没有 好 好好好 四正琴里面我们说贪呢 当你对什么东西起了贪心 我们可以用不正 不静观 来 来 好 来对质 好 我们贪爱这个世界啊 你就可以 哎 哎 关自己 好 比如啊 就关自己怎么农学死尿啊 好 那那最好的观法就是我刚刚讲的 杨定一 啊 博士 啊 就带领我们做的 有没有 先 你可以先做这个 白骨观啊 他从白骨观带起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 我们身体怎么样腐烂啊 对不对 你可以关自己身体怎么腐烂啊 好 你在 这个怎么怎么样 好 我们怎么样 在我们这个死了之后啊 像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关了 我的响韵赤胜 有个好处 有他的缺点 也有他的优点 就优点是我很容易关 对 好 就你关你怎么样 哦 这个身体就膨胀 又变成紫青色的 然后烂啊 烂掉 然后去 那边爬啦爬去 有没有 很恶心 有没有 然后慢慢慢慢就剩下一堆白骨 好 然后哇 大火来了 把这个白骨给烧了 然后剩下灰 哇 一阵大风来了 就把它给吹走了 什么都没有剩下 当我们对世界有贪爱的时候 贪心一起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不敬观 对 然后称心一起呢 那就做我最拿手的啦 嘿 就是慈心观 那慈心观呢 我一般就是 就是用 用信孔法师的方法 就是先观 观世音菩萨的脸 他的笑脸 他是完全的开心的笑脸 好 因为他是 没有过患的人 好 他这个人没有过患 观世音菩萨 当然已经修到 完全没有过患 他没有敌人 没有仇恨 也就是你砍了他 他也没有把你当敌人 也没有仇恨 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 没有过患 我的观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笑脸 好 然后呢 就观 他是 我 我自己啦 是没有仇恨 好 没有敌意 嗯 没有过患 我是安稳 自在 快乐 然后一直观 一直观 就是说 这个宇宙你也可以观 观世音菩萨 用他的能量 一直给你 把你变成这种人 然后当你越观越观 哇 你整个的那种快乐跟满足 会从你的心一直来到全身 然后从你的全身 已经满出来了 你就往外放射去送给人家 然后越送越送 你可以送得好远哦 这样 从近的嘛 你自己的亲戚朋友 整个台湾 整个亚洲 整个地球 然后再到十方 你的前面的所有星球 整个地球啊 你的前面的所有星球 你的背后的所有星球 右手边 左手边 上方 下方 所有的星球 你把你这一份安稳 自在 快乐 没有过患 没有敌人 没有仇恨 这样的心 你把它送给他们 他们也都变成这样的人 那个时候 好像要生气啊 好像也蛮难的 那尤其我们已经观到整个星球 一颗一颗的星球 我们会觉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好小哦 就不会一直扩大 自己心里的那个不愉快的点 就可以 这个佛法给我们太多 佛陀给我们太多方法 可以消融我们那些 那些大小烦恼 好 那么接着 接着我们就来到了昏尘 对不对 好 因为五盖嘛 对不对 好 五盖 我们刚刚讲 贪跟吃怎么面对 这个昏尘怎么面对呢 你请你把眼睛睁开嘛 眼睛睁开还无效 就请你站起来 好 再无效你精行 再无效去洗把脸 再无效你去运动一下 再回来 好 不要坐在普团上打瞌睡 那真的 怎么样都没办法 就表示你睡眠太不够了 去睡一觉 好 好 这个就是 对治 昏尘的方法 那对治调举呢 那这更容易了 就是佛陀一开始用的办法 也教给我们 我们要坐在普团上 第一个要修的就是观呼吸 你属席 关席都可以 你的心太散乱了 你就观呼吸 好 那 隔音卡的方法 我最喜欢 因为我在美门 也学了美门的调席嘛 好 细慢长云 但是我觉得隔音卡的方法 最自然 也就是 它是长的 你就观它是长的 你的席是短的 你就观它是短的 好 你都不要去控制它 对 那你慢慢发现 席几乎都变成什么 无席了 或是归席了 好 就是 因为你心静下来 那个席是非常的 细弱的 好 那 这个时候 你的心自然就会 慢慢静下来 然后再来呢 你怀疑的话 那你就多听经 好 这个就是 不是普团上的功夫了 好 也就是你下了普团 你就多听经 多读经 好 就可以除掉你的乙 解形一定是病重的啦 好 我们现在越来是 越有经验 对呀 那 其实24小时都在修 我四姐 虽然她很忙碌 她就喜欢骑脚踏车 她一面骑脚踏车 阿弥陀佛 就骑脚踏车 她走路也 阿弥陀佛 这样 她做什么都 阿弥陀佛 一面念 那 我 因为现在太忙了 我连在走路都在听 楞严经 所以我现在比较少念 对 但是我觉得都好 只要亲近佛就好 而且我相信慢慢念 不是念那个声音而已 念是你心里想念的佛陀 是想念我觉得更重要 就要你想念一个亲人一样的想念她 好 就想念自己的母亲好了 有没有 你想念自己的母亲的心 去想念佛陀 我觉得这个力量应该更大 那么 好 这样子 学姐 这样可以吗 这样五概都知道怎么对峙 好 那这个是我们在四正情的时候 就是正经境的时候 是这样操作的 现在这里怎么操作呢 你要先关她怎么 有没有 当这个昏尘出现 你就马上关到她出现 有没有 她慢慢消退了 昏尘比较难关了 我们讲 撑比较好关了 你不是去 不是去对峙她 你观察她 因为我们一开始修的时候 我们的撑 一定会撑到我们坐不住 对不对 坐不住普团 但来到这里了 我们已经经过一阵子的修行 我们的撑 不会让我们撑到坐不住 对 一点点而已 这时候你就观察 有一点点撑心起来了 你也不用 不用去对峙她 然后妈妈她淡化了 这个撑心没了 有没有 她每个过程你都留意到 这是来到法髓观的重点 是这样吗 因为她这讲得很细 那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上操作也蛮有经验 对不对 好就可以想 可能是这样操作吧 对 对 老师 那个贪、撑、吃的对峙 嗯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你不要察觉 嗯 你才会去想象去对峙 是 那当然贪 嗯 比较容易察觉 嗯 自我的察觉 嗯 但是吃的话 吃现在 因为如果说你执着一件事情的话 那个自己不觉得 但是没有 现在她们吃就是用那个 调局跟昏沉 但是你比方说你 obsessed with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yes 嗯 你自己很难去察觉 嗯 所以要别人提醒啊 是 那所以我们要练一颗柔软的心啊 所以会说有些事情的话 必须是要有善知识的旁边 是 才说我们互为善知 关不出来你自己的 对 obsession 是是是 所以才不能这个这个闭门造居啊 或是单打独斗啊 修行 我觉得啦 因为你走差了都不知道不行 一定要人家提醒 嘿 那善知识因为他是过来人啊 所以他告诉你 这样走这样走就可以到 对 对 那我现在 我现在都是一直不断地在清净善知识 那我们会发现说 他的修行不一样 所以跟个人生命一样 你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不一样的一核相 一个人也是一个一核相 他都是因缘和合嘛 所以不可能相同 所以一定要找出自己的救赎之路 work out your own way 就是这样 一定要work out your own way 佛陀他就有那样的智慧 可以看到你的 因为他可以看到是无量节以来 你过去生的所造的任何的业 他完全看得到 所以他很清楚我要怎么样讲话 我要给你哪一帖药最适合你 对 但我们没有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努力 对 但我们有几个原则嘛 就是不离善知识 佛陀里面经书都有讲啊 不离善知识 对 然后你要你看你现在对峙你的仪吧 你就要多读经啊 就可以对峙你的仪啊 那你说你对峙你的 你自己的obsession 你看不见 所以要善知识啊 要大家一起修 就可以看得到 你可能哪里出问题 要怎么做 对 那怎么做 如果别人也都会有用他的生命经验里面所经历过 他解决过哪些问题 他会跟你分享 那也要自己去采用 然后自己去努力 只能靠自己努力 佛陀也说嘛 如人饮水能暖自知嘛 对 所以修行的路是绝对没有人可以替代 就是像像我的响运至圣 对不对 我现在就会用我的响运 我很容易起关 对 我就可以这样用它嘛 对 那我也不去讨厌我的响运这样自身 带给我很多生活上的困扰 它是很大的困扰 对我来说 就是 因为我的外表很容易让人喜欢 就是因为我也很亲切 但是我有一些很neurotic的东西 别人会没办法理解 这时候我会觉得被误会有那种感觉 我就很容易撑 我从前啊 对 然后我现在我会觉得这纯粹是我的问题啊 对 我就比较不会撑 对 或者撑也变成一点点而已 我可以察觉到那个些微的撑意 但是已经不需要用这个磁性观来让我平静了 对 好 好 那么 好 这一个 好 我们是不是 哎呀 好可惜哦 今天应该把最后一段也讲了 嗯 嗯 但是我们现在是时间五分钟 所以我们还是问这个 嗯 啊 好 所以我们现在 嗯 好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问 也可以问我们整个这样子学起来 因为思念住在太重要 其实整个八正道实在太重要 没有一句话不重要 我觉得如果没有修这个根本的修法 你要用大秤直接来到真如 你说安安住真如地 了达诸法空 这个还有一点点让我们会觉得是物理看花了 好 我现在就很踏实的 会很知道 对 我是完全从这里出发 要有这个入手处 对 这个入手处呢 我们从这个真正修身口意很重要 虽然我现在有些时候会觉得好无聊哦 怎么变成这么无趣的人呢 我以前兴趣那么多 我可以演戏还可以什么都蛮好玩的 但是那个时候心里就ups and downs 然后很neurotic的东西又很多 无传 我是内心长传 从前是内心长传 当然我在演戏的时候很开心 我有我就是还觉得还可以掌握的部分 但是sometimes当我们的心不能掌握的时候 就很不愉快 就这样 那学姐其实你各方面你看又善良又有正义感 现在一个就是我们 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有这个特质 以前会觉得自己非常的聪明 绝顶聪明 我以前会这样觉得 对 所以当我们一起学习的东西 一起在学东西的时候 我对老师 我的挑战到今天我那习性都没办法改 即便我那易经老师有神通 我照常挑战他 对 我没有神通他有 但我照常挑战他 对 这是那种习性 对 但是我们这个挑战我现在是为了真理 我才挑战他 不是为了证明我比他聪明 他可以一次背下记下两万个人的名字 对 所以他是能力特强的那种 我不是为了要证明我比他聪明 对 我只是说佛法你修错了不好 所以我会把我的认知跟他讨论 对 我不会说完全听他的 好 我们可能共同有这种特质 但是我们要转一下 我们不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是聪明的 而是为了要让大家都得到佛法的好处 才去面对一个权威 我们也去跟他谈 是这样吗 你可能 可不可能是你 因为已经来到某个位置 他可能会觉得他修得很不错 但是我相信修正法的人 没有人不谨慎 你看不媚因果跟不落因果 都很谨慎 越修得高越谨慎 他踏错一步路 有多少人会跟着他走 那一步路就让他跺到无间地狱 所以都会很谨慎 我现在所看到的 对 都非常谨慎 那如果说他不够谨慎 那就是他基础没有做好 对 他对英国不够了解 也不够害怕 对 你够怕英国 你绝对会 会去对峙我们心中的毛病 因为我们心中的毛病 那是像那个 像我们说那个薄油鲁一样 那种粘法 对不对 它粘着 而且又很厚重 对不对 你要把那个粘着 厚重的东西 像铲除 你要一点一点的 那我靠着念佛 我是在还没有退休之前 靠着念佛 我把那些最厚重的东西 铲掉了一些 然后我退休之后 哇 再接触 慢慢慢慢 它会像变成 后来会像云雾 你的那些障碍会 慢慢会像云雾 它是淡掉的 不像以前是铲 哎呀 好厚 好重 对 那 OK 那我们 啊 非 是 慢慢 可能就会像这样 对对对 对 就会变成这样 但是 所以我们要control的 还是只有 ourselves 都不在外面 就是自己 要操作的 只有这一念 现前的心性 这一念现前的心 What happened inside 回宫返照就好了 外面不要再去叛徒 那种 你已经尽量淡化 或是你 他承认了 那但是呢 别人就是 不死心 没有完没了 是别人没完没了 是别人没了 好 那你一直躲他呀 我现在都会用躲的 躲的 要不然就怒木金刚 要不就躲 要不就怒木金刚 向给他看 就说我可以比你恶 怎样 对 要比他强 比他强 比那个 一直在逼迫你的 他强 他就会stop that 我觉得 身心是互相引起 嗯嗯嗯 觉得心里面 有这种观察 可以先放松 嗯 对 哦 可以先放松一下 去运动一下也好 不是 就是身体放松 先把身体放松 放松 能心放松 然后那些就好像 通过一个网 一样 我也留下来 哦 真的 呀 对 因为我知道孔师兄 已经操作很久 因为他心体是非常柔软 非常侧头侧尾的柔软 对 那 我觉得禅修有关系 禅修会让一个人心完全柔软 对 嗯 我还在练 还在练 大家都是在 on the way on the way to the Buddhahood 因为 it's a long way it's not a way that you can um go through in a day in probably coutless lides right but it doesn't matter as long as we are on the right path 在对的路上就好啊 速度我觉得不拘 要用自己的速度 对 因为每个人的障碍不一样 那我们一开始 一定要忏悔 你知道 忏悔 业障 集聚之良 所以我们要当义工 有没有 然后唱 要拜唱 我每天都拜 大悲唱 每天拜 学姐现在有拜吗 我拜是早晚的 是简单的 哦 可以拜大悲唱 对 把自己身心都交给 千手千言 大悲观心不差 就是用很多八十八佛 八十八佛也很好啊 对啊对啊 因为因为我觉得拜佛很好 拜佛也可以让我们心体非常柔软 对 我现在就是八十八佛 我是那个大悲餐 因为大悲餐里面要一直拜 非常有效 是我我个人啊 我现在就是很多障碍我都出了很多 对 对 就是说 嗯 对 可以这个做法 因为佛陀的药你不服 你只拿来供奉 一点用处都没有 要真做就叫服他的药 真做就是服药 就是我们拜灿 当义工 好 法布施啊 就做各种布施 嗯 对啊 好 哎好 那我们现在回向 好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好 阿弥陀佛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